多了一胎 多了一個孩子 是多了一層希望 不管是家庭的狀況 或者要脫離貧窮 每個孩子都是爸媽的希望 現在好像不是 生了一個孩子變成是負擔 我覺得它是觀念 所以並不是一個 對大環境的不滿 如果真的是的話 我也覺得太起人憂天 是 太起人憂天 其實我們都覺得 寶寶是一個希望 有一個 因為每天都會有生老病死 有人往生 但是也有新的寶寶落地 乖乖落地 你覺得也有一個新的希望開始 好 還有人就會覺得說 理想抱負 不想犧牲 像素欣就是這樣 你可能有太多事情想做 或者有些女生說 我自己賺錢 自己想環遊世界 生孩子會拖累我等等之類 就會有這樣的想法 對 比如說我們這一些族群 應該分兩派 就是我們屬於比較自我的 享樂主義的人 就是我們會考慮說 生了這個小朋友 我可能必須犧牲一些什麼東西 當然你如果真的生了 你就是什麼都願意做 但你在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考慮很多 甚至你說 我覺得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現在的 就業的環境 對於女性的生育 有時候還是不夠友善 為什麼 不然你為什麼 理想抱負要犧牲 因為有些職場可能 我去生完孩子回來 位置就沒了 或者我去生了孩子回來 每天到晚家裡我就說 因為小孩怎樣我要請假 有些老闆甚至 我曾經遇到有一些媒體 裡面的人說 以後不要再應徵女的記者了 太麻煩了 一下要生孩子 一下又再一胎 對 一下要帶孩子 又來一胎 孩子生病 為什麼不是你老公帶去 為什麼是你帶去 你不能叫他帶嗎 就類似這樣的情況就是說 因為你整個環境 現在的女性職餐率變高 她們跨入就業市場 所以反而這兩個 如果我跨入就業市場的時候 你沒有給我一個保障 我就覺得 我生小孩是不是就犧牲 我工作上的表現 所以這個我們也要呼籲雇主 要注意 如果今天你不聘 我們優秀的女性 將來你的產業 或者是你的產品 是沒有人買的 因為女性不結婚 對 不結婚不生孩子 到時候最後倒楣的 還是會回到雇主身上 其實我們在職場上面看到 媽媽級的人物都比較耐操 你知道嗎 是 耐操 對 那個耐性 那個母性 她可以搞定一個孩子 她在職場上面的表現 可能耐觸力都比一般 沒有結婚的那個東西是有差的 我們的工作是對小朋友 他們最知道說 小朋友需要什麼或者說什麼 而且她的任性夠 我們覺得說 她知道什麼樣叫做得體 在工作職場上面 所以我覺得媽媽的這個角色 其實是很偉大的 對 是 所以其實我覺得 現在台灣社會的觀念 有些些改變了 有的是願意讓老公在家裡 育嬰假 是 然後帶小孩 老公也可以接受 因為可能老婆賺的錢 比較多一點 所以社會結構 是有點在改變 觀念有點 可是改變還不夠多 還不夠快速 像很多的雇主 可能還是覺得說女生麻煩 從未婚的時候 一個月有一天的生理假 然後之後懷孕還有 懷孕中間可能大大小小一些 要去看病幹嘛的 可能又要請假 然後小朋友 因為現在一般 都把照顧責任放在女性身上 不論是長的或者小的 都是覺得是女性在照顧 所以好像覺得 家庭照顧假也都是女生在請 奇怪 這個假沒有規定 只有女生可以請 可是他們就會這樣覺得 所以算來算去都會覺得 那這樣子 可能還是請男生好一點囉 那我們談到說 如果你有一個孩子 你覺得你的責任已經了了嗎 一個孩子到底有可能 衍生出什麼樣子的 大家比較顧慮的問題 很多人說獨生子女 會有一些通病 或者是一些 比較集體的一些特徵 這些特徵會是什麼 王老師你覺得一個小孩 真的比較不好帶嗎 不一定所有的家庭裡面 一個小孩都比較不好帶 可是要在教養上面 沒有產生問題的話 你必須要真的是做到 民主上面的教養 因為你必須要跟你的 一個獨生子女 好像是同伴關係那樣子 一起成長 在台灣這樣的一個 從以前的公共社會 這樣一直進化到現在的話 爸爸媽媽真的比較困難 我們兩個當朋友 我家就一個孩子 所以我們用 一起成長那樣子的一個概念 真的有比較困難 所以獨生子女裡面 容易產生一些通病 對 像第一個 我們常常看到的一個通病就是 第一個通病就是 獨我的行為 就是世界上我最大 為我獨尊 對 我自我中心 小爸王越來越多 那我們不是說 爸爸媽媽的教養方式一定不對 可是我們要想想看 家裡只有一個孩子的時候 他的分享的經驗 相對來講就比較少 對 他從小沒有去跟人家 跟他的手足去做分享 好啦 你一塊我一塊 對 那你想想看 我們在養一個孩子的時候 如果他真的要吵的 要吃或要玩的時候 爸爸媽媽會不會讓他 一定會嘛 因為那是我們的孩子 尤其阿公阿嬤更會讓他 對 你要什麼都會給你 其實這就是天性 你要怎麼樣升級 這個家庭的教養技巧 都沒有辦法 是 對 所以我說 生得少的時候 第一個我常常想到的就是 容易養出小肉王 對啊 然後這些孩子 通常比較堅持 比較固執 然後就是自己要的 就一定要拿到 不然的話就容易耍賴 對 這樣子 就會有一些他的情緒出現 對 還是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局長 您自己的一個小孩 在成長過程當中 你有特別注意到 獨生子女的問題嗎 我也嘗過這個苦 的確就是如 王醫師提的這個部分 我小朋友在小學的時候 那 我有一個經驗 印象最深了 他為了要跟同學做好朋友 會用一些小禮物 去跟人家交換感情 那個就是他在家裡沒有手足 他自己覺得你們是一國 我自己一個人 所以會有這個 等到他念大學的時候 有沒有改善 那沒有 他說他念大學的時候 還去參加張老師的一個團體 為什麼參加呢 他說他同學覺得他很難相處 就是覺得他身上少了一個什麼味 那我會覺得那個大概就是 我們現在講的那個 他不知道怎麼樣跟同學做互動 怎麼樣跟人家妥協 他不懂的 那我會覺得這個就是 我們小朋友一個帶來的影響 其實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小孩 那我覺得我女兒在三四歲的時候 就開始 你就會越來越明顯發現說 因為在家裡我們比較不會發現 爸媽會讓他或長輩會讓他 可是當他跟表哥表姐 堂哥堂姐一起的時候 就發現 他就會有點錯愕就覺得說 為什麼這東西是分享的 為什麼不是我一個人的 然後開始我們就要盡量讓他 因為一個就要讓他去參與 團體的一個活動 裡面有很多小朋友 那其實很多都是一個 那可能都是爸媽媽有意識到說 我的小朋友居然不知道 要排隊的這個事情 因為人家都是給他 你根本不用排嘛 你不知道等待這個事情喔 因為排隊要等嘛 有時候會講說 為什麼我要等就是我的 然後大家會去搶 所以這就是一種學習 我們其實常常服務到就是 家長從孩子開始上幼稚園的時候 就帶來我這邊問我一件事情 他說我小朋友為了要搶到他的 為了要搶到一個玩具的時候 把所有的孩子都推倒 有可能 那他在 我說然後媽媽問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呢 我說媽媽也會嚇到 媽媽會嚇到 可是嚇到的時間已經四歲了 已經是四歲了 為什麼 因為四歲太晚了是不是 因為四歲才跟群體合... 對 才開始群體在一起嘛 可是我常常鼓勵說 兩歲左右的孩子 就一定要有同伴 要有玩伴 這是很重要的 四歲的時候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 老師一定會很緊張 爸媽也會很緊張 我的孩子怎麼會打人啊 我從小有家長會教孩子打人嗎 一定沒有 怎麼會這樣呢 因為他把最原始的東西 保留下來 他通...他都沒有經驗 他都沒有分享的經驗 或等待輪流等等這些的經驗 有了手足才會有這些經驗 他沒有 所以到四歲的時候才爆出來 爸媽媽才驚覺不對了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是 而且我們家族 其實是很典型的 就只生一個 我們家... 我有一個姐姐 我姐姐也生一個女兒 我老公的弟弟也生一個兒子 他的妹妹生一個女兒 於是我們都是一個... 把他們四個集合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看到四個獨生子語的互動 其實也滿好玩的 但是讓他們多一點時間相處... 他們就會覺得說 那好像就是你是我哥哥 你是我姐姐 他們就開始會分享等待 然後有時候打一架 吵一架 他們就知道說 原來這麼回事 因為我有哥哥姐姐 我有弟弟妹妹 所以我需要去分享 對 或者是讓等等 這些東西都學不到 這是有那個環境 可以湊在一起玩 可是都繪畫的社會 真的都不容易 你每一個這樣子 高樓大廈是這樣子幹 你連你自己旁邊的鄰居都不知道 何況要跟孩子在一起玩 那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是 好 所以我們說的第一個就是 好 獨我行為 我們要特別注意 要讓他們懂得分享 再來 獨生子女第二個通病就是 膽子好小 很愛哭喔 這個是通病嗎 對 其實就是因為沒有伴 其實有伴了以後可以增加 你知道嗎 對 可以壯膽的 譬如說你看一部恐怖片 你找你的老公去 或者是你帶你的小孩去 你還是會在他們面前 表現得一部比較沒有 無所謂的那個樣子 所以有同伴 其實跟孩子的勇氣的成長 是有絕對的關係 對 有的時候我們會看到很多 姐姐帶著妹妹 沒關係 姐姐保護你 對啊 我們一起去溜滑梯 等等那樣子 相對來講 老大跟老二的心智 同時在成長 這是多好一件事情啊 對 我在我念博士班的時候 生了老二 對 那更累 那非常非常好 累的應該是你太太吧 我的小朋友晚上都是我自己幫他洗澡 晚餐跟早餐都是我餵 小的時候的副食品 早上的時候是我煮的 我相信王老師太太 願意生第二胎 一定是王老師給他非常多的承諾 沒錯 而且是照顧第一胎的時候 有下去幫忙照顧 否則的話 像我就是我先生沒有幫我照顧 所以我懲罰他 沒幫他生第二胎 其實懲罰到自己 說真的 特別對孩子不好 而且你會發現那個 像我們觀察我們的朋友 他們生兩個以上跟生一個 那小朋友真的不一樣 你看那個生一個的 我最近有個朋友 他正在非常困苦 非常痛苦 是因為他小孩有 如果是獨生子女的話 你一定會到房間去 常常聽到他們講一些話 我早就知道了